美女 你这都有啥口味的呀 那你一样给我拿一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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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多少钱 好后过去了啊 怎么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跟我聊天啊 哦 哦 那你方不方便跟我聊会天啊 对 方不方便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呀哪里在呀 我95年的啊95年今年28岁超中五年 一个人在深圳啊还是家里人都在啊 我妈妈姐姐都在这一边 你这个听力是咋回事啊 我听力其实主要是术后后症 不是长听神经理 然后做了几次放射性手术 那他会损伤到神经 然后做影响听力到神经 生病之前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我主要是做相述工作的 那边就是突然上班上了上车 然后就听力 就突然感觉听不清楚 就不想吃力 然后眼睛很模糊 然后肘子不稳 就呕吐了 那你的听力 现在能治好不能呀 曾经损伤 目前也损伤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你摆这个摊多久了呀 我卖了一年多 我之前也摆过摊 也知道第一次出来摆摊很难为行 当初你是咋说服自己出来摆摊的呀 当你之前是一个正常人 你有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社交 然后突然失去经历 你跟外界隔绝了 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就不能不工作 毕竟在深圳生活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 没有与外界连接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很自卑的 很抑郁的 所以我很想走出来 当时找工作找不到 我就只想到只能摆摊 就试一下 然后让自己与社会有链接 刚才是摆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大的困难没有 就是最多的还是一些异样的地方 你要怎么去克服 还是幸运的 那摆摊这一年多也肯定有让你难忘的事吧 很多细小的事情 汇合起来就很温暖 像比如一开始我是在对面路边摆摊 然后对面路边就会有一些学生放学 然后他看到我的摊子 他会笑我 笑我会不见 其实他上面发音的到 但是我就忍着不去看 然后当时就有家长就为我发声 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说什么 然后他又就是一开始比较自卑嘛 然后可能有小姐姐看出来了 他买了笔之后又编辑了一段文字 就过来给我看 就鼓励我 让我荣改一点 其实社会温暖的人还是很多的 最大的帮助还是通过百态 接受社会上的一些异样的颜光也好 他们的帮助跟善意也好 一点一点 然后自己会更加放开 然后更加去接纳自己 然后慢慢去治愈自己 然后跟自己和解 你好乐观啊 我发现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其实就是慢一点 也就是我现在用手机翻译 还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这样沟通跟教育 那你未来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梦想 我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以更好一点 然后说有能力跟有机遇开一家小店 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 那你对你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呀 我没有打算机 因为我觉得跟不见人 就不想拖累人家 男性问题太转累了 慢慢的慢慢的肯定会好起来的 要相信自己奇迹一定会发生的 其实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 想送给你 哇 谢谢 我好喜欢啊 萍水相逢 祝你越来越好 祝你越来越好 爸,我的天啊 有两张照片 画照片 之后 赶快',我再唱 太行